不信进来看看 男人的脾气影响他的事业 女人的脾气影响他的婚姻 每天看一遍 慢慢你会改变 世界上最厉害的本领是什么 人的优雅关键在于控制自己的情绪 用嘴伤人是最愚蠢的一种行为 一个能控制住不良情绪的人 比一个能拿下一座城池的人更强大 泰国有位传奇人物告诫 人只要脾气好 凡事就会好 很多人来到这里都问我 我的事业好不好 家庭好不好 孩子好不好 姻缘好不好 我只是回答一句 你的脾气好不好 人的一生都在学做人 学习做人是一辈子的事 没有办法毕业的 人生不管是事农工商 各色人等 只要学习就有进步 第一 学习认错 人常常不肯认错 凡事都说是别人的错 认为自己才是对的 其实不认错就是一个错 认错的对象可以是父母 朋友 社会大众 甚至像儿女或是对我不好的人认错 自己不但不会少了什么 反而显得你有度量 学习认错是美好的 是一个大修行 第二 学习柔和 人的牙齿是硬的 舌头是软的 到了人生的最后 牙齿都掉光了 舌头却不会掉 所以要柔软 人生才能长久 硬反而吃亏 心底柔软 是一生最大的进步 一般形容执着的人 人们总会说你的心 你的性格很冷 很硬 像钢铁一样 如果我们调习 调身 调心 慢慢调伏像野马 像猴子的这颗心 令他柔软 人生才能活得更快乐 更长久 第三 学习隐忍 这世间就是忍一口气 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忍 万事都能消除 忍就是会处理 会化解 用智慧 能力让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要生活 要生存 要生命 有了忍 可以认清世间的好坏 善恶 是非 甚至接受他们 第四 学习沟通 缺乏沟通 会产生是非 争执与误会 最重要的就是沟通 相互了解 相互体谅 相互帮助 大家都是龙兄虎弟 互相争执 不沟通 怎么能和平呢 第五 学习放下 人生像一只皮箱 需要用的时候提起 不用的时候 就把它放下 因放下的时候 却不放下 就像拖着沉重的行李 无法自在 人生的岁月有限 认错 尊重 包容才能让人接受 放下才会自在 第六 学习感动 看到人家得好处 要欢喜 看到好人好事 要能感动 感动是爱心 在人生几十年的岁月里 有许多事情 语言感动了我们 所以我们也很努力地 想办法让别人感动 第七 学习生存 为了生存 要维护身体 身体健康 不但对自己有利 也让朋友 家人放心 所以也是孝亲的行为 从自己做起 每天晚上睡觉前 问问自己 今天我发脾气了吗 每天让自己看一遍 直到一切慢慢改变